那你留給高端 OK 那我們人民總有選擇的權利吧 你今天逼我們一定要打高端 但是現在既然美國有一個 已經通過完整藥證的BNT 你政府至少應該要開放民間 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民間團體 甚至是個人 我今天有能力進口疫苗 我就進口 因為它是經過合格認證的疫苗 你應該要開放 但是現在政府的態度 完全是模擬兩可 你要你就講清楚 你就說我就是要高端 你不管天塌下來 天荒地老海枯石爛 我就是飛高端 你其他我都不接受 你有膽你把它講清楚 就算其他的疫苗再好 已經獲得完整認證 我就是不接受 我就是要留給高端 他不會講清楚 他只會做而已 他只敢默默做 不敢講 但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媒體的責任 我們公眾人物的責任 就是要讓民眾瞭解 這是一個很大的 疫苗操作的陰謀 的確 剛剛這個縣長說 陳時中 時中不準了 不準了 還有誤點 耽誤整個疫苗政策 確實就是這樣子 那 你說他會開放給這個民間 或是地方政府來購買嗎 沒有嘛 目前還是緊緊的抓在手上 但是現在呢 這個小民老百姓就跳腳 我剛剛講到莫德納的部分 其實你知道我們很多 這個計程車問獎 也是打了第一劑 看不到第二劑 那有問獎 在7月5號打完了第一劑 那表定時間是 他說要通知 8月5號就要打第二劑了嘛 結果呢 到現在 連個影子都沒看到 這真的是蠻誇張 因為其實75歲以上的長者 是在7月初的時候 就施打了第一劑的莫德納疫苗 結果現在已經苦等10週 遲遲等不到 好這兩天民眾黨 有在臉書上面有講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第二類施打的名單當中 已經有65% 是已經打完了第二劑的莫德納了 那這件事情其實引起了 非常大的一個民怨 大家想說 你現在是把一般的小老百姓 到底放在哪裡 可是蘇院長說什麼65% 只有6%的人打 只有1700名中央官員 他那個真的是在混淆市 聽我跟大家講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是說中央官員只戰了 在第二類裡面 他說這樣子施打起來 應該只有千分之六而已 他說沒有像民眾黨講的這麼多 然後他還說大多數的第二類 都是施打的是AZ 然後他就避而不談莫德納 你在混淆市聽嗎 我在問你莫德納 你在回我AZ 你不是問A答B嗎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最愛的 就是問A答B 然後混淆市聽 讓你就是聽了半天之後 沒有聽到真正的一個解答 這已經不是半仙了 這個是 這個已經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他們了 照片集團 差不多 對那我覺得另外就是 陳時中其實他昨天有講 他說目前中央政府官員 大概是1000人 就他總共造車是1700多人 那大概是有1000人打完了莫德納的二季 你再算一下不也是六成嗎 你再跟我講老半天 你就是六成 你不管是以二類去看 或是以中央官員去看 全部都是已經有打六成的第二季 那請問好我就跟大家做一個比較 75歲以上的長者 還有65歲到74歲 這兩個年齡層的長者 施打第二季莫德納的比例 都不到1%喔 對我看那數字很扯 非常誇張 一般老百姓是怎麼樣 我們是沒有資格去打莫德納是不是 你們的命比較尊貴 你們的血統比較尊貴 所以你們就可以先打莫德納 那另外陳時中還講了一個 更令人沒辦法接受的 他講說 我們不是刻意讓他們先趕快打第二季 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比較 要早打 所以他們才會很快排到第二季 那說什麼 你知道你講了這句話 大家更氣了 就覺得那好啊 你到底憑什麼讓第二類 一直不斷解壓縮 不斷的膨脹嗎 最剛開始你9萬 說好9萬人就9萬人了 你應該把所有中央跟地方 該打的第一線的警銷 防疫人員 這些人去打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在一剛開始 你就應該在那9萬人裡面 就是那些人了 到底為什麼後續會一路的膨脹 膨脹到28萬人 你告訴我你到底人從哪裡來 然後民進黨就回你說 沒有我們這個看了一下之後發現 主要的地方政府都 前四名都是國民黨執政的 他就開始一甩 然後直接甩到國民黨 那就有人問 那所以第五名是不是民進黨 這你要嘛 你就把所有的縣市攤開來看嘛 你不要只去指責別人說 你看就是國民黨害的 不是 我要講的是 但是地方上他給的一個名單 中央也會審核 你講那麼多不是很搞笑嗎 你自己是看過的 你已經說這些人造冊名單是OK的 我讓你們施打 然後你再回頭來說 你們怎麼打這麼多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然後昨天也很扯是 林楚音委員 這個民進黨的委員林楚音 他說什麼 民眾黨又在製造仇恨了 他說難道 第二類的這些警銷跟防疫人員 不配打莫德納疫苗嗎 我們整個傻眼 我們想說 我後來就回林楚音委員 我說 所以以你這樣子的一個邏輯來說 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是不配打莫德納疫苗嗎 我們當然不會覺得說 這些警銷或是防疫人員 不該趕快打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可以趕快打 因為他們畢竟在第一線 他們會有比較高的一個風險 這個我們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但就是 你怎麼會讓 這個中央官員 還有所謂的一些 地方上的官員 他們很多可能是不需要 去面對第一線的 高風險的族群 或是高風險的地區 他沒有必要去面對這些 他有可能關在冷氣房裡面 看報表 看資料 那他們請問先打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現在大家沒有辦法理解 是你那中央官員 你混在第二類裡面幹什麼嗎 我第二類裡面 只有28萬人 好多有些那種一線 我們就先不談 但你中央官1700多人 你混在裡面做什麼 你們真的有需要 趕快去做施打嗎 沒關係 那你真的也沒有需要 那你就公開給我們看 看到這1700人是哪些 哪些人嗎 沒錯 這個問題就來了 民眾黨在立法院黨團 也去跟各部會所知 我們就說請你們提供我們 你們打的比例大概是怎麼樣 比方說你AZ的比例打多少 莫德納比例是多少 高端又打了多少 之前民眾黨在立法院 就已經提案通過 請你們這些丁移民們 也就是所謂的政務官們 請你們施打國產疫苗 當時民進黨團連黨都沒有黨 順利的讓這個提案通過之後 請問你們高端打了多少 你們就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就看你們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他們大多好 蘇院長自己也講得非常的誠實 大多是以AZ為主 好那就請你把他比例全部講清楚 AZ多少 莫德納多少 高端多少 我們攤開來講 結果昨天一回之後 蘇院長也不敢再回了 他也不敢再說 好那我們就把比例拿出來看 這拿出來看絕對是非常的丟臉 就是你國產疫苗民進黨 口口聲聲在挺他 但是手臂卻是很誠實 根本就不敢去打高端 大多數的人還是選擇了國際疫苗 那請問你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到底有什麼好意思說 那現在再來就是混打的問題 本來張善存已經提到了 可以讓莫德納是不是考慮來混打BNT 結果現在一輪這樣回來之後 Jan跟我講說可能要來混打高端 你看那些第一季打莫德納會不會被氣死 真的會不會氣死 我已經有聽到 連我那種就是偏綠的 就是偏綠傾向的一些朋友 他都說在家裡的那些長輩 明明是挺綠的 可是他們一聽到 第二季可能要打高端說 喔不要亂來喔不要亂來喔 就是大家已經是沒有去 只考慮到顏色的問題 而是真正的對高端就是不夠 你現在第三期沒有做 你跟我想說他很安全很有效 保護力是多少 你保護力都不知道是多少 你怎麼好意思去跟那些國際疫苗混打 我真的覺得這個問題真的非常的嚴重 而且我今天還看到一個報導 他有提到 其實在長庚這邊他有去做 就是AZ混打高端這個實驗 他們也差不多快要收案了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政府他的態度是什麼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